大家好 我是痛風老套 異胖體質 帶你一起吃美食 昨天開門的時候 隔壁老王跟我說 你最近吃什麼齁 管啊 先吃再說 這集我們想要帶大家去體驗台灣特有的文化 叫做姓氏美食 是不是沒聽過 你有沒有覺得姓楊的 都很適合賣水餃 很會擀麵皮的感覺 超會 超會 姓吳的 排骨酥 對 夜市為什麼我賣排骨酥的都姓吳 姓林的 姓林 姓林還蠻適合賣肉羹的 為什麼 姓 許 許 加肉丸 肉丸不錯 姓張的很適合賣牛肉麵 姓李的感覺很適合賣餅 賣餅 我知道為什麼 李餅鋪 對不對 李餅鋪 好像很多很有趣的好玩的姓 張媽媽 劉媽媽 什麼 呃 林爸爸 沒有人這樣去 沒有人 因為以前早期開店的時候 誰誰誰家的媽媽很會做菜 哪家的阿公很會煮 或者什麼爸爸很會開 然後媽媽很會做 所以就直接叫什麼 老劉 小李 楊姬 對不對 所以呢 今天 就帶大家去吃百家姓美食 出發 爽吃 我們來到的這家呢 是 黃家 紅家香腸 這家黃家香腸呢 其實有 紅到 陽明到韓國去 因為韓國著名的美食家 白中元老師 有來訪問過這家 一個叫做街頭美食鬥士的節目 專門去找街頭美食 但他們來到台灣 竟然還有大老遠的經過 快速道路的旁邊 有一家 這麼好吃的香腸 我不騙你 我剛剛騎這樣騎車 轉彎 就聞到那個香味了 黃家 黃家香腸 你看它 外表烤得焦焦脆脆的 有沒有 它的皮都有點這樣 汁這樣 拼開 喔 讓那個豬油香跑出來 這一定超級好吃的 會聞到淺淺的炭香 香腸 我們先吃一口原汁原味 我們先吃一口原汁原味 喔 超好吃的 好好吃喔 嗯 消毒 它有一個很濃很濃很濃的酒香味 然後 它的外皮 剛咬下去的時候 會先聞到它的炭香 然後這樣 脆脆的 那個皮爆裂之後 汁就噴出來了 然後噴出來之後 你就會咬到豬肉香 你看它的豬肉 是非常扎實的豬肉 我是還蠻喜歡香腸吃到那個肥油的感覺 但有些人會怕 但我不怕 這個汁爆出來 就是香腸精髓的地方 然後它的酒香味很濃郁 老闆說是他們早上剛管的 吃香腸一定要配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大蒜 老闆貼心那邊有 一人先拿兩顆的 鋪好的大蒜 拿一顆大蒜 然後配一個香腸 算是靈魂飯 我呢 就是先咬一口 拍舌尖上 再咬一口 蒜的一點點辣 在你的舌尖上面 然後配到香腸的那個肉味 就是它的那個蒜香 然後跟那個肉香 然後加上一點點酒香 整個這樣咬出來 OMG天堂 天堂 我覺得啦 如果你是吃雞肉的人 你這輩子沒吃過雞排 喔 後悔 如果你是吃豬肉的人 這輩子沒有吃過香腸 你不算來過人間 香腸 再去一次天堂 剛剛我看到一個阿伯 就這樣騎車來 然後買了一隻香腸 坐在車上 客完之後就騎車走了 他自己來了 拋就是這樣 好好吃喔 我跟妳說 不止一個 黃家香腸當然就只賣香腸 所以香腸絕對不是只重點 重點是你要買幾條 我看那種都是兩條三條十條的在買 所以最好是你來這一趟 打電話給親朋好友 問他們要幾條 一人給他帶個兩條 好吃 記得拿蒜 記得拿蒜 蒜 蒜 黃家香腸 黃家 讚 第二間我們得到的是 料家 老頭有聽到料家 就知道了 是什麼賣什麼 料家牛肉麵 米其林必比登附推薦的牛肉麵 我們點了一碗小碗牛肉麵 怎麼會開心 這附近的牛肉麵 其實非常多種 因為這一代以前 很多非常多的眷村跟公宅 所以有很多老兵 他們都出來煮牛肉麵這樣 所以每家牛肉麵 都自己有獨特湯口 跟永康牛肉麵的附近 那他這家比較不一樣 是他是清燉 你可以看到他 不是做紅燒的 沒有太多的醬油 就是用牛骨跟牛油去熬的 感覺就超好喝 有一股牛的清甜 他牛骨熬到已經變成一個大地色 就很像拉麵湯那種 把豬骨燉進去的感覺 這就是牛頭的精髓 真的很甜欸 那肉是用牛的後腿肉去做 不是平常你吃的那種能見肉 會不會有點卡牙縫 吃吃看這個有夾在筋的地方好了 有筋的地方燉的很好吃 就普及吧 可是其他地方就是這樣一絲一絲 牙口比較不好 容易卡牙縫嗎 他麵就是加長麵 帶有點Q勁 然後 是我期待的牛肉麵麵 他的麵分量超大的 剛剛我有聽到老超說掃麵 剛剛應該是掃麵的 這樣我就可以多喝一點湯 然後湯我會多給一點 空心菜 空心菜很棒欸 這都要比小白菜好吧 另外一個必須的就是豆干 其實眷稱有一派 就是喜歡買豆干切的東西 乳汁會乳的進去 然後醬油倒也可以沾得進去 所以他就是有洞 會讓你看吃出來 一片一片的口感 這附近有好幾家都是這樣吃的 廖家的例子故事就是 他們其實是三代傳承的 廖家的一開始是三代 廖家的一開始是三代 他們第一代就是 公公婆婆一起開支店 那後來就有媳婦來接手 那其實接手的時候 老公去哪邊 老公當時你要AXC 就是人家出去玩這樣 然後後來就去進修 就是這樣就遮量進修 你們有沒有知道 所以就有媳婦跟婆婆一起 長館的一間店 然後自己加入 一直到網店 然後就賣到米其林哥的車線 那後來老公呢 就氣頭文了之後 就覺得好像應該要再開 做一點正事 然後所以他們就在中原街的時候 開了另外一間 也是叫叫做梅樂麵 所以你們可以吃得出來 是思出同等 所以你們會找到兩家 兩家麵味味 你一定要吃喝的 就是那個湯 那個湯 沒喝不算你來過 我也曉得很少 因為那麵份量真的很差 其實台灣人很多牛肉麵都有不一樣的故事 他能夠登上國際舞台 以前推薦的不是那麽簡單的 你一定要來試試看 現在呢我們來到的是師大夜市 其他下午就開了 我們來到的是 姓 許的 許記生煎包 許家呢 他生煎包非常厲害 你們知道小籠包有分兩種 一種是小籠湯包 就一咬開來會有湯流蒜那種 一種是小籠包 傳統小籠包 厚皮的那種 生煎包一樣有分兩種 就是厚皮的生煎包 就直接咬進去吃到肉 厚厚的麵皮 那另外一種呢 就像是許記 有點像是小籠湯包款的生煎包 皮比較薄一點 咬開會有肉汁的那種 有沒有 我先來吃一口 爆汁了爆汁了 有肉汁的生煎包 香氣很重 他的肉汁也太肉欲了 但是其實他的肉菜比是1比1喔 他包高麗菜也是很清脆的那種 然後再配上肉 腌過肉的那個鹹味 跟高麗菜的甜味 你看他這個皮 焦焦脆脆 這家的特色是他是一小顆的 其實你基本上是可以一口入 只要他不要太燙 麵皮很有彈性 所以你會吃到那個頭的那塊有沒有 這樣咧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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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咧? 像那個頭那塊 是很有麵的彈性跟香醋的 然後他的底端煎出來的 最好吃的可能是他的一口包的部分 就是一口可以進去 把肉汁整個鎖在你的嘴巴裡面 示範 爆湯了 许记生煎包的特色是 他的生煎包不是那种大颗的 是那种一小颗一小颗的 所以他可以买五颗或一盒十二颗这样子 推荐 一次买小份五颗塞牙奉用 我觉得许记把 生煎包 当成小笼包在煎 但是他又融合煎包的美味 就是油煎香 所以他把它做的 好吃 嗯 我们现在在施加麻油腰花 你看他这个 超级厚切 超厚的 对超厚的 他是全台北数一数二的麻油腰子 他的腰花切得非常细 然后 他吃起来我吃一口看看 好好吃喔 OMG 好好吃喔 他是厚切三公分的 麻油腰花 很厚实然后很沙实又汁又脆 OMG 超级好吃 再配上一口麻油汤 爆汗你可以吃的美食 我看他是厚切 我看他是厚切 他没有在跟你有客气 像他生银片一样 就是厚切 然后他咬下去 很脆 但很脆同时又吃得到 那个汁 好好吃喔 很棒 我觉得他的厚度 就真的是 全台北低啦 没那么多 你可以沾一点的蒜 酱 嗯 里面其实超过快 大概有五六块 然后每一块都是这样厚切的 出力的很干净 没有什么汤 喝一口汤 他们家的汤是 有酒香 然后用黑麻油下去炒 他们他们不是那么 浓郁的 款式 就是很清淡的清淡那个 主要是让你吃腰花的 其实他们是遵循一个古法 就是 補汤 不调味 就是说 補汤其实 不太适合再加其他的配料 因为他就是 靠姜跟麻油来做 所以就可以吃到腰质 苦 汤控乳我就是 会再喝另外一家 现在是下午 4点钟左右 7月 这边 高红饭做 小卤 一套 又来 自己选 脑超就是去乱掉 都要自己找一颗的套 厚切条 厚切一条一条 这间 重点就是 厚切 什么都是厚切 那口味是 偏咸 但是也没有到 很鲜 肥油中间 一进到你的嘴巴里 就会化开 跟饭融在一起 还蛮好吃的 饭有点很软 我喜欢吃硬一点 萝卜干嘛 辣萝卜干嘛 再爬两口干嘛 但像我这种不敢吃肥肉的 就没办法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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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脸 我绝对你都来私家了 你还不点麻油腰花 这种开玩笑吗 一定要吃 好吃媽媽就是真的很厲害 她是我夏天也願意來吃的爆汗美食 我大粒飯小粒飯也要吃到 麻油腰後切 吃完全部四家的杏士美食 真的是台灣才特有的文化 不知道今天吃完這麼多家 還有很多家百家杏還沒吃過 這麼多 你們趕快在下面推薦 今天沒有提到的杏士 又好吃的 留言在下方 然後你們去吃tag我 下次我就再做一集 特別百家杏士美食 看可以做幾百集 台灣文化是不是很讚 拿死自然 我們下次見 掰掰